年日来的天气湿冷导致这果物受损相当惨重 像是在彰化的大村乡葡萄呢 现在正值开花旗 但是碰到了连续下雨再加上寒害 导致呢葡萄花碎遭到冻伤感染了病菌 预估呢受损高达了五成 而另外是在南朝的国庆乡 同样也是因为雨水过多 草莓被泡烂了 就有果农相当无奈 说园里面的草莓九成损伤 原本期待说228廉价游客会上门 但是这下泡汤了 好 农委会现在统计了 说这一波寒流对全台的农损高达了七千多万元 沾上满手烂草莓果农心都在堂写 前些日子雨下不停 位在南朝国庆上的草莓圆损失惨重 国西商草莓种植面积约7公顷 但受雨害影响 民众想趁228廉价来采草莓 恐怕没得彩了 这一次的二三期花都没有的话 大概差不多有四成左右的损失这样子 雨派之后228可能草莓 游客想要来采草莓都没有了 另外彰化大村山普西山葡萄 则受雨水跟寒害影响 葡萄花碎冻伤 花碎冻伤变成石头花 甚至感染病菌 早春捕头产量恐怕严重减差 在去年七八月 这个大雨的时候 那时候母猪就已经有受到一些影响 结果又渡到这个寒害 大概影响到五成以上 还继续落后可能到八成 彰化葡萄种植面积约一千两百公顷 但失能天气却给靠天吃饭的农民残酷打击 国农也希望政府帮帮忙 能提供补助减轻损害负担 这位少宇林一峰南投彰化报道 好台湾现在面临到的还包括了缺氮危机 主要是因为寒流来袭这气温又湿又冷 因此母鸡不下蛋 在市场里面鸡蛋是一蛋难求 这可把这个蛋农跟蛋伤急坏了 天天是在赖群组里面来鸡蛋 甚至有人说是碰着一叠叠钞票去抢蛋 而预估这波缺氮潮 恐怕要等到四月份天气回暖 鸡蛋的产量跟价格才会逐渐恢复稳定 冷气团习台母鸡下蛋率骤降 全台闹蛋荒市场一蛋难求 天气冷嗖嗖把母鸡给冻坏了 产蛋率下降让蛋农蛋伤直跳脚 不断透过手机群组发讯息抢蛋 直接开价一蓝20台金900元 大概有180到200颗蛋 相当于蛋商如果买100蓝鸡蛋 就要花费10万元 而且是用现金交易 这在以往是相当少见的情况 目前全台每天鸡蛋产量达到11万4千箱 但市场实际供应不到10万箱 鸡蛋数量爆减 拱需失衡 民众想要买到鸡蛋 除了捧着现金追着蛋炮 恐怕还可遇不可求 今年极端气候造成突发性缺蛋事件 市场也预估蛋荒 最快可能在4月初 也就是清明节气候回暖后 有望改善鸡蛋供需失衡的情况 让缺蛋潮尽快平息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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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